婚礼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也是两位新人爱情的见证 近日中心社记者来到朝鲜 实地探访了传统的朝鲜婚礼 一位平壤市民告诉记者 婚礼当天新郎会穿上西装或军装 在胸口别上花朵 新娘则会穿着传统朝鲜民族服饰 完成一天的仪式 当天一早 新郎会从女方父母家中接上新娘 两人将前往位于朝鲜首都平壤的万寿台 向金日成金正日同向献花致敬 此后新婚夫妇会前往平壤一些 有代表性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拍摄结婚照 矗立在大同江畔的平壤古地标之一 大同门 是不少新婚夫妇的结婚照拍摄首选地 记者在大同门前看到 一对身着盛装的新婚夫妇 在伴郎伴娘的陪同下登上门楼 冲着城楼下的摄影师微笑着招手 便于相机记录下幸福瞬间 随后在亲友的簇拥下 夫妇俩携手缓步走下城楼 面对记者的祝福 新婚夫妇和亲友团们 大方地冲着镜头微笑招手 并齐声表示感谢 当被要求和新娘说一句心理话时 朝鲜新郎在大同江畔 为妻子许下一生的诺言 大同江畔 还有不少新婚夫妇 正在携手锤调 他们将手中的余线 高高抛入大同江中 象征着一起开创幸福生活 在亲友的见证下 新人们通过特别的方式 度过着值得纪念的一天 在平壤各景点拍照后 两位新人会乘车 来到提前安排好的酒店 准备招待前来祝福的亲友 记者在位于平壤未来科学大街的 一家餐厅门前看到 一对新人在两旁亲友的掌声 和欢呼声中 双双手捧鲜花 携手穿过一条条 象征祝福的彩色丝带 缓步走到餐厅门口 并向双方父母鞠躬致意 随后 新人夫妇和双方父母 玩手走进餐厅 亲友们或穿着鲜艳的服饰 或手持红色玫瑰花朵 或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 前来赴宴 魂眼厅用各色花朵 粉色纱金精心布置 厅中的电视机上 柱子上都插满了各色花朵 电视机里播放着激昂的朝鲜革命歌曲 主人家在门前热情地欢迎 前来赴宴的宾客 司仪则忙着在宴会厅中热场 新郎新娘在布置满 红白粉三色玫瑰的台前落座 接受大家的祝福 餐桌上摆放着大铜箱等当地产的啤酒 以及炒年糕 鸡蛋卷 凉面 饺子等传统菜肴 一位平壤小伙告诉我们 朝鲜婚礼都较为简朴 相比酒店 更多人选择在家中宴请亲友 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在结婚当天 去万寿台献花 以及到平壤各地留下新婚照片 以作纪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